拼命三郎石秀 看见海和尚和潘巧云两个人谈话之间 目光有些异样 石秀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两个的眼光怎么有点欲众不同呢 人家这个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是心理的反应 石秀从他们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 这个目光里 瞧着有点跟别人不一样 不过石秀对自己也有点怀疑 是不是我想的过多了 本来没有什么事情 我却忘了有事情上想 石秀在头脑中只是这么一闪 其实啊 这海和尚跟潘巧云 两个人真是不一般 怎么个不一般呢 这海和尚俗家姓裴 他叫裴如海 他们家呀 是开裁缝店的 做衣服的 跟潘巧云他们家 住的是近邻 一臂之隔 潘巧云他爹 最早是干屠宰作坊的 前面脸是开肉铺 这两家作为邻居 出的挺好 裴如海的父亲的老裴头 跟潘巧云的父亲老潘头 两人也过从甚密 那个裴如海呀 也就十七八岁 潘巧云呢 十五六岁 潘巧云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就已经出落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这个裴如海 十七八岁的时候 也是年轻貌美 风流倜傍 裴如海经常上老潘家来玩 也经常帮着这老潘头啊 干点活 他除了帮着他爹做衣裳 业余时间 就跑老潘头这儿呢 帮着卖肉 其实他看潘巧云 长得有几分姿色 这裴如海心怀有点歹意 他看上潘巧云了 这个潘巧云呢 跟裴如海两个人谈话之间 也是眉飞色舞 暗颂秋波 一来二去的 这个裴如海 就向老潘头提出来 说您老人家跟我爹处得这么好 我愿意帮您干活 您也没有儿子 干脆您就收我做义子吧 老潘头一听 好吧 我收个干儿子 那喝了饵不为之 答应了 我这就磕了个头 老潘头就称他义父了 这裴如海认了干亲之后啊 上老潘家来的就更勤了 除了白天帮着他爹做衣服之外 一早一晚的几乎就长得老潘家 日子一长呢 这个老潘头 那是过来的人有经验的 心里不就合计了 哈哈 这小子关我认干爹 没拿好心呢 他是看上我这闺女了 啊 我这闺女长这么漂亮 能嫁给你这个财房的儿子吗 我闺女凭这姿色 将来咱们也得嫁个官啊 不能嫁给你 所以这老头啊 心里边就怀有介意 这天呢 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玩 偏赶上老潘头没在乌 跟潘巧云两个人就谈谈唠唠的 说来说去的 这裴如海就动了手了 一把把潘巧云这手就抓住了 潘巧云这脸腾一红 没言语 裴如海于是得寸进尺 俩手把潘巧云这一只手就紧紧的握住了 他正准备要说出自己这一片爱慕之情 偏干这功夫 老潘头又到外边进来了 老潘头进了之后 裴如海吓得俩手奔就撤回来 老潘头看见了 当时这脸就拉长了 如海啊 没事回家吧 裴如海站起身来赶紧就回去了 老潘头跟潘巧云就说了 说女儿啊 你自己可得要有个准绳 你不能跟这个裴如海表示亲近 裴如海这小子没拿好心 瞅这意思 他想要娶你 你不能嫁给他 我女儿你长得这么漂亮 将来一定找个当官的 能找他吗 他有什么出息 顶多接他爸爸这个职业 还得当裁缝 干一辈子给别人做衣服 伺候别人的事 这个不是我女儿嫁的主 这像做买卖一样 买卖不能做陪喽 你这个身价 他没有资格买 老头说那么一顿 潘巧云低着头 什么话也不言语 老头不但说了潘巧云 过后把裴如海又找过来了 跟裴如海讲 如海啊 你不是认我做义父了吗 你就是我的干儿子 巧云呢 那就是你的干妹妹 我没有儿子 我就把你当亲儿子看 那么巧云呢 就是你的亲妹妹一样 你对巧云 要以兄妹相待 裴如海听完了老头这番话 脸红脖子粗 也没言语 一劲点头 他自个儿做的事 让老头看见了 他也自觉理愧 那这儿啊 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的次数 也就少了 老潘头对自个儿的姑娘 看得也就更紧了 裴如海呢 觉得老潘家这儿 没有什么希望了 他这个目标可就转移了 转到哪儿去了 转到他们后街上去了 他们后街呀 有一个年轻的少妇 这少妇的男人 姓梁 叫梁九 梁九最早是本地面 一个泼皮无赖 后来做买卖了 经常出门不在家 梁九的媳妇呢 刚刚才二十岁 年轻貌美 而且也有点轻跳 这个梁九的媳妇 经常上这儿来做衣裳 一来二去的 就跟那裴如海认识了 裴如海一看 这位小娘子 也非常的风流 两个人言谈话语 很投机 越出越近乎 裴如海就冲着后街 这儿使劲了 最后跟这梁九的媳妇 就勾搭成奸了 这梁九的媳妇 在梁九一出门的时候 就把裴如海 叫到他家去 两个人在一起 坚肃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日子一长 街里街坊的 就把这个事 传到梁九的耳朵里的去 梁九那是泼皮无赖出事 哪能吃热亏呀 恨得牙根咬得半尺肠啊 梁九心想 小子 赶上我身上来动土 我得让你知道 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梁九又心计 这天跟自个儿的老婆又说了 我这回还得去做买卖 我这一去啊 就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 假装收拾东西 背着包走了 他前脚一走 第二天晚上 这梁九的媳妇 就把裴如海给找来了 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边住去了 半夜三更 梁九回来了 梁九光光光一砸门 这屋子里边 裴如海就吓坏了 无处躲 无处藏了 脸也黄了 腿肚子也转筋了 梁九的媳妇 还算是有点心计 比较沉稳 说你别慌 我把后窗我开开 你从那后窗我跳出去 哎 梁九的媳妇把这后窗就开开了 后窗一开给裴如海 有打后窗就蹦出去了 他往往一蹦 人也是慌中出错 梁九家里边养着一只大黄狗 特别厉害 天天晚上放出去看宅护院 裴如海每次来的时候啊 梁九的媳妇都是先把这黄狗啊 给拴上 就拴到窗户根这地方 所以裴如海来与去 这黄狗都看不着 他也不咬 他也不叫 今儿个呢 梁九的媳妇这一慌 就忘了窗户底下拴着只黄狗了 窗户开开 裴如海又打窗户 里边往外一跳 蹦 正踩在狗脑袋上 这狗能不咬他吗 这狗汪汪一咬上去 刚当就一口 这一口就咬到腿肚子上 给咬了四个牙印啊 这下子裴如海也不顾的疼了 撒腿往家就跑 裴如海跑了 梁九进屋了 那甭说了 先把自个的老婆是暴打了一顿 打完了之后第二天 就找老裴头来 堵着老裴头的门口 问老裴头 你儿子呢 老裴头就找他儿子 裴如海感情昨天晚上没敢回家 跑自个朋友家里边藏起来 老裴头说 我儿子上哪去 我不知道 梁九说 你不知道 你假装不知道 你儿子偷我老婆了 我跟他没完 你打听打听 我梁九是不是吃这亏的 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也没用 我必须得见着他 不然的话 我就跟你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梁九说完了 回自个家了 他们是前后接呀 这老裴头当时就吓坏了 马上派出人家 四面打听 裴如海藏哪儿了 终于在他朋友家里边 把裴如海给找回来了 把裴如海找回来之后 老裴头是连打带骂呀 说你这个兔崽子 给我招灾惹祸 你找谁不行 单找那梁九的老婆 你知道那梁九是什么人吗 啊 那是吹着浮屠 找裂味没茶找茶的人呐 你往他身上撞 你撞得过他吗 人家现在找到门上来了 要跟你玩命 你说怎么办 裴如海这儿也没辙了 给他爹就跪下了 爹呀 这怪我 您说怎么办吗 您能舍得把我送出去吗 他要一刀把我捅了 您可就断了根了 老裴头一想课也对 还把裴如海藏着 最后就突然 跟梁九了事 问梁九 这事怎么样 咱们才能平息 梁九亲自找老裴头来 拿手指头 点着老裴头的脑门子 跟他说 老裴头 这个事你怎么了 也了不完 男人不能受这个气 跟你说吧 两条道 一条道 我上衙门口里 我告诉你 把你那小子关起来 然后 我把你这个瀑户 我也给你搅和黄了 另一条道 你把你那小子 放出来 见我 我跟他拿着刀 我们两个比划比划 我捅死他 那我算报了仇了 他捅死我 我媳妇归他 怎么样 哎呦 这两条道一说呀 把老裴头吓得一只哆嗦 哎呦 这两条道 哪条道也行不通呢 老裴头就挨够这梁九 除了这两条道 还能不能有第三条道呢 梁九是第三条道 没有 我给你三天陷气 你好好地琢磨琢磨 三天之后 你给我个准信 要不然的话 我自个儿可要动手了 说完话 梁九转身走了 老裴头吓坏了 第二天晚上 把自个儿的家里东西收拾了收拾 黏默敲动的带着自个儿的儿子 跑了 梁九转身再找也找不着 这也要俩了 这个店铺他也不要了 打那儿这一去就跑出去好几年 跑了好几年 后来听说这梁九啊 得了抱病死了 他那个媳妇又找了一家 要改嫁了 这件事情基本算平息过去了 可是老裴头领着这裴如海 到了外地呢 这裴如海还犯这毛病 老跟人家女人搭的哥哥的 在外地也没手让人家找麻烦 最后这老裴头忧郁成鸡 他就死了 老裴头死了之后 剩了裴如海自个儿一个人了 不好生活 因为很多人要找他算账 裴如海没办法又绕回了几周 就在报恩寺出家当了和尚 在寺院里边混得不错 混了一个偏院的小头头 他在这一当和尚呢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又跟潘巧云见面了 怎么见的面呢 潘巧云呢 后来嫁给了汪牙寺 跟汪牙寺过了那么两三年 汪牙寺病故死了 死了之后呢 又嫁给了杨雄 这一嫁给杨雄 他的父母跟着一块就搬到杨雄家里边来住 在杨雄家里边刚住了没有俩月 他的母亲就病故了 母亲死了之后得请和念经啊 超度完魂 这请和念经第一砰经 就把这裴如海这边和尚给请来了 裴如海到这一念经 就看见潘巧云了 也看见老潘头了 说哎呦 这不是我的义父吗 好多年不见了 没想到在此处冲逢 老潘头这只见着裴如海 就不是当年那种心理了 因为现在自个的女儿已经嫁人了 裴如海也当了和尚了 这就真是干儿子了 他对裴如海那种戒心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老潘头跟裴如海两人这一谈论还挺亲近 裴如海一看见潘巧云 虽然是已经出了嫁了 但是更具备妇女的一种成熟美 从心里边就更喜欢潘巧云 他跟潘巧云谈闹之中 发现潘巧云对他一如既往 好像还保留着十几岁的时候那种情意 裴如海这心里边就老惦记着潘巧云 老想找机会跟潘巧云接触 虽然是深入佛门 但是尘缘未了 那蓬经念完了 裴如海就回自己的报恩寺了 潘巧云呢 偏偏在今天要给他的前夫王亚斯做二年计 把这蓬经又请来了 潘巧云主动跟自己的爹地说的 就请裴如海那帮和尚 说那帮和尚念经念得好 他们念的是真经 今儿个两个人一见面 你想那个眼光里边能跟一般人相似吗 拼命三郎石秀观察的并没有错 他们两个人谈老了一番 潘巧云看了看石秀 因为石秀就在旁边站着呢 潘巧云说 海哥哥 我给您指引一下 这位是我官人新任的异地 叫石秀 人送外号拼命三郎 海和尚一转身 冲着石秀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潘巧云冲着石秀又说了 石秀说 这个和尚啊 跟我们家从小是邻居 我小时候管的叫海哥哥 现在仍然这么叫 那点他还没出家呢 后来他就出了家了 现在是报恩寺里面的偏院主事啊 他念经念得非常好 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 石秀听到这里 冲着和尚报了报万 潘巧云说 海哥哥 今儿个诵经的这个事啊 我的官人都托付给我这异地石秀了 有什么事情 你就跟我这异地说吧 我上楼去了 潘巧云转身就上了楼了 他转身一上楼 石秀就跟那和尚说了 师父 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话 缺什么 少什么 还应该布置什么 您跟我说 由我去安排 海和尚说 阿弥陀佛 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自己还带了一些供果 吩咐后边的和尚 把他带来的干鲜果品拿出来了 摆到了供桌上 摆好之后 点起了香烛 诸位和尚全都落座 念经的东西 一应俱全 海和尚把石秀叫过来了 师师主 你到楼上 得把夫人请下来呀 因为今天 是给他的前夫王鸭斯超度王魂 他必须先来分香祷告一番 然后我们才可诵经 哦 石秀说好 您稍候 石秀迈步就上了楼 在楼门外 停足站住 嫂嫂 诶 石秀啊 啊 是我 嫂嫂 和尚说了 得请您下楼 分香祷告完了 人家才能念经 您快下楼吧 诶 我这就下去 石秀转身走去楼来 不大会儿的功夫 就看潘巧云一条门帘 由打楼上出来了 感情刚才潘巧云 在下边跟和尚建一面之后 这一上楼 又梳洗打扮了一番 如今重新换了一套衣服 好像那个演员出场 一条连一样 从楼上走下来 这只潘巧云 高叔的神女记 发际上边 斜插着几朵小白花 身上穿的是对花的 月白段子的绣袄 周围全都香的是素蓝的小碎花 下边白色的裸裙 衬着一双三寸弓鞋 这双鞋也是白段子的 上边绣的素黄花 从头上到脚下 你看着都那么素雅 颜色是淡白的 俗话讲 带药翘是一身笑 潘巧云这身衣服 穿上让人看去 显得增加了几分无辈 再加上 她把那眉又轻轻的描了描 脸上又淡淡的湿了点棺粉 嘴唇轻轻的抹了点珠红 这个珠红抹的恰到好处 你不细看她没抹嘴唇 你细看她抹了点嘴唇 就是这个样子 缓一步 清台族 由大楼上走下来 潘巧云走下来之后 来到这个灵棚里头 供桌前面 伸出这鲜鲜的细手 把这香拿过来 点着了 插到这香炉里头 然后 跪到了地下 默默地祷告 就在潘巧云这一祷告的时候 海和尚就开始念经了 沐云一响 钟庆一敲 叮了光 叮了光 这和尚是口不念真经 这经开始松了 念的什么经啊 念的什么经一般让人听不出来 听出来那就不是真经了 这十个和尚里边 多数和尚都是在那认真的念 也有不认真念的 其中有俩和尚 这两和尚跟那海和尚最要好 他从哪来的呢 在俗家的时候 这两个和尚也是泼皮之类的人物 曾经拦截妇女强奸未遂 被官府中捉拿 没地跑了 最后跑到这庙里当了和尚 这两个和尚跟海和尚处得挺近 这就叫人以群分 是物以类聚 今儿个他俩到这儿 这一诵经 先看见潘巧云 潘巧云有打楼上望下一走 这俩和尚这个眼睛盯住了他 就没断肋 一直看到潘巧云到贡桌那儿 跪下分箱祷告 看着潘巧云的后身 这俩和尚还在那儿发吃发呆呢 现在开始念经了 这俩和尚嘴里边念的什么玩意 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其中有一个一边敲着墨了 有个人嘴里边一边叨咕 黄牙丝啊 李牙丝啊 红龟啊 太宗啊 本西方啊 李牙丝啊 念成李牙丝了 旁边这盒听出来了 这盒拿胳膊一怼他 是黄牙丝 黄牙丝啊 李牙丝啊 他都一样啊 那这个女人真漂亮啊 你看那个腰啊 你看那个脚啊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婆娘啊 他一叨咕这个 那盒一听着念什么玩意儿 怎么念出这个来了 别瞎说八道 呃 蹦 敲敲敲敲错地方了 把这个车敲那盒脑袋上 那盒气拿胳膊一倒这个 两个岔都没干起来 这个功夫 潘巧云祷告完了 就站起身来了 站起身来 潘巧云就在旁边搬了个椅子 坐在那了 他瞅着这帮和尘念经 潘巧云正面一瞅着这和尚 这两个花和尚 那就更念不下去了 拿着个庆车 往这敲着那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潘巧云 他俩这一盯着潘巧云 海和尚在旁边注意了 因为海和尚早就打着潘巧云的主意呢 海和尚一看 哎 你们俩直勾勾的眼睛 看他干什么呀 啊 那眼珠都快从眼眶子里边掉出来了 你们还想打他的主意呀 好大胆 海和尚吃醋了 海和尚站起来过去了 一捅他们俩好好念经 眼睛往哪看 那俩和尚一瞧 哦对 第一头又念经了 他俩低下头了 海和尚坐在这边 一边念着经 一边抬头 就成他自个儿一个儿的看 潘巧云在那两个眼睛也盯着海和尚 他瞅他 眉目穿青 两个人在这眉目穿青 此时拼命三郎 石秀可没在当场 他在哪呢 他就在这个金棚后边 有一块蓝布帘 挡着他呢 石秀搬了把椅子也坐在那 石秀坐在那 不时的把这个蓝布帘撩起个缝来 往外不关桥 石秀撩着蓝布帘 往外一看 这海和尚念经嘛 这不是在这跟我这嫂子调情的吗 石秀心想 待会我找个茬 我非得收拾收拾这和尚布可 就在石秀柱目关桥的时候 突然念经的声音停了 怎么该休息了 海和尚站起身来 说休息片刻 休息片刻 潘巧云马上吩咐自己的丫鬟盈儿 给众位僧人倒茶水 潘巧云也非常积极主动的倒了一碗水 就递给了海和尚 海和尚一边喝着茶 一边还瞅着潘巧云 潘巧云就说了 海哥哥 看来你们念经也挺累的 是不是也口干舌燥啊 是啊 日发千言不劳自伤嘛 和尚一边喝着茶 就又跟潘巧云在那聊上了 他们两个在这对话 石秀在这个蓝布帘的后头 可听得真真切切 就听那和尚主动的跟潘巧云提起一件事来 哎 贤妹 你不是说 要给老人家念一棚雪盆经吗 对呀 我母亲去世之后 曾经嘱咐过我 让我给她还一个雪盆经的愿 这个愿一直还没还呢 我想要念一个雪盆经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哎 这个事情倒好办啊 你就交给我吧 到时候我来找你 不过别拖的时间太长了啊 拖的时间太长了 我母亲的阴魂在阴府中不能安宁啊 嗯嗯嗯嗯 好 要不跟别人的雪盆经合在一起念吧 最近我的庙里边搭了一个水路堂 准备要超度王魂 水路堂 就是和尚念经 要超度水路六到四升的王魂 让他们一起升天 和尚说到时候在这水路堂上诵经 你就去烧一炷香 还一个愿一起就给你念了也就得了 哦 那什么时候我去还这个愿呢 呃 后天吧 哎 那连把今天的香火钱我给你送去 哎 香火钱不香火钱 谈不到话下 不不不 那我得给你送香火钱 那好 就定在后天 对 就后天 和尚说你一定来 潘巧云说 我一定去 石秀心想这哪是还愿呢 分明这是约会 是约会